按照国家车辆运输车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在2018年6月30日前,全面完成所有不合规车辆运输车的更新改造。 7月1日起,全面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通行。 今天是政策落地实施的第一天,为了探寻各地法规的执行情况,我们卡车之家编辑同时在北京、郑州、西安、广州、成都等五个地点进行了实地走访。 政策实施第一天,全国各地的教育车运输情况到底如何呢?一起来看看。 对我们来说,影响不少大的,老板的影响大一点。 我现在到的是西部车程,这里以前有很多的教育车在这里穿行过。 刚才在过收费上的时候就发现,在收费员队上进入高速公路的教育车连格地在进行一个拍照和纳尺的量纸寸。 我在经过的时候,收费员给了我这么一个手册。 这里超载超线的宣传手册,上面记得很清楚怎样的车是合规的,怎样是不合规。 不合规的车点,从7月1号去严格地执行,不允许进入高速公路,而且将会收到一个检查和缓码。 这是北京顺义现代工厂门口的一个物理公司停车场,现在里面全是这种比较合规的教育车。 这是内部订队场,他们一个修理部正在汉挂车,这是新造型的合规发车。 这个玩意确实是好,确实对我们司机本身也是好。 大家好,我在郑州,那么现在我了解到是这么一个情况,首先是超长的教育车现在是不允许上高速的,哪怕是这种之前是合规的教育车,然后你对它进行了一些改装,后边的飞机跳你没有收回来也不行。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辆车,它现在不得不把后边多余的这个部分给切掉。 兄弟,你这车是怎么回事儿啊? 我这车得打掉。 从哪儿搁啊? 从那儿搁,都打掉。 你这不是合规的吗?它为什么就让你搁呢? 其实我这不用搁,我这能不能收回去,我需要给这两个耳子打掉,看看全收回去。 把这个给,把哪个给搁掉? 这个搁掉,这个哈子的搁掉,我就收回就好了。 哦,行行。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了解到,有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尝试了新的运输方式,比如说一系大众在郑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分拨中心,他们用火车把他们的乘用车从长春运到郑州的这个地方,然后再用教育车从这个地方分拨到郑州周边的一些地区,比如说洛阳,开封,交座等地。 那么这样就相对来说,减少了公路运输的量。 据说他们这样一个火车皮,一节火车皮可以,现在可以拉10台乘用车。 另外呢,就是据这些司机告诉我们,就是他们在轿车集中整治之后呢,由于他们的工作量相对之前的那种大怪二怪那种车,工作量较轻松了许多,因此他们的收入也有了一定幅度的降低。 你感觉现在急行这个政策对于你们来说有好处吗? 好,非常好,非常好,这种车怎么处理啊? 他说你们这个是超长是吗? 对。 那你们现在这回咋办呀?回去? 我就把那个卸掉。 把板子卸掉是吧? 对。 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东西。 特别危险。 这个国家找到一个拿起来。 我需要一个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个国家找到一个装处都不在这边。 对。 对。